好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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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长 上个礼拜我们探究到 世尊开始在这个忘世 他非是真心当中 世尊一再的开始到 无始生始之根本 以及无始菩提涅槃的清净体 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要探究的 要注意何谓能生朱元 然后远守仪者 这个都要注意 虽然连我们以前曾经探究过 那是现在已经是二讲 甚至有时候是属于第三讲 在意语的分析上 应该会越入深奥之境 所以当你们在误入法义之时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被文字相困住 文字当中 它只是一个助你 弃入异理的一个方便而已 文字当中没有开悟之门 一定要注意 它只是一个方便的一个法门 千万不要用意识心来攀养文字 文字无过 那个是在使用文字的人 看着他是用事 或者是用他的根性 就是用他的心性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我们先从156月当前 我们引到这个157月来 阿南师尊诸佛阿南说 一者无始生始根本 什么称为无始生始根本 就是阿南经者与余祖众生 都用这一个攀养心为自信 就是说将攀养心 将六十望心 当作是你们清净的自信心 当作是你的真心真性 这个是第一个大点 那现在我们来看 先诠释这个望本 第一个就是无始生始根本 无始生始根本 就是要显示出望心之本 望本就是望心之本 就是说从无始无明的妄动以来注意 这个无始无明 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在救援之前 就有一个无明 那你错觉佛意了 这个无明就是说 当众生失去了不了物 他的真心真性 本来就是在六根门头 那个时候 他就是无明的开始 所以说从无始无明之妄动以来 有没有看到这个妄动 所以说无明无因 也没有实在体现 所以浩劫成论就是因为什么 都是因为将这个无始无明的妄动 把他当作是怎么样 当作是他的真心真性 所以说这个无始无明的妄动 为生死之根本 这个妄本 这个本就是这个妄本 这个妄心之本 非他就是你阿难现今跟诸众生 所用的这个攀缘心 一本就是所谓的六十妄心 你将这一个攀缘心 将这个六十妄心 当作是自己的亲近自心 那这个世尊就是在开始说 这个就是妄本之体 这个妄本 妄本之体就是妄心之体 它是没有实实在在的体现的妄体 没有实在体现 所以我们称为它是妄体 那么攀缘心 这就是第六意识心 那有的人是六是妄心 但是最主要在这个地方 世尊在强调 这个世尊 他就是以第六意识心来强调他 那当然也包含前五是 但是因为前五是 他有时候 五是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怎么样 他没有第六是来引导他 对于境界始终都是人所的话 前五是上是可以怎么样 上是可以没有这么样 严重的攀缘 所以说为什么呢 这个前五跟第八是是在果中才转 第六意识跟第七是在因地修行之时就可以转了 可以转世成字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这个第六意识心 他是希望攀缘 攀缘什么 他所缘的诸臣的境界 要注意 他所缘的这个诸臣的境界 这个通常我们讲有六臣 对不对 其实不只是六臣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 有在经典 在我们人影经里面 仔细的分析 对不对 总共有十二臣 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详细说明 所以当第二个意识心 他虚妄的来攀缘 诸臣之境界之时 他会在境界上虚妄的取分别 分别之后 他会忘生真爱取舍 对不对 真就是要舍 爱就是要取 真爱取舍 所以这一个真爱取舍的 这个刹那刹那的这个心念 会刹刹那的怎么样 刹那生刹那美 为什么呢 因为六臣 他没有实在体性 那既然你在没有实在体性的六臣境界上 忘生真爱取舍的这个心念的话 那当然你的心念会被六臣所掌控 这所掌控 所以说你层变面 你就会去争 你就是想要去取得 你所爱的境界 所喜欢的境界 所以说不仅是境界 他实起实面 你的这个真爱取舍的心念 何尝不是幻生幻妹 对不对 所以说尘有的时候 那么第六臣是忘世心的攀岩心 他就有 为什么因为六是忘心 都是一臣而有 这个要千万记住 尘无的话 六是忘心则无 注意这个无不是说六是忘心消灭 不是 他就说另外一个境界再来 然后他再一起攀岩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虚忘无体 尘也无实在体性 因为尘本之必尽空性 尘本之不生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所以说我们的第六意识心 他本非是众生的真心真性 亦非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的清净自信 所以说千万要注意 不要搞错 但是一切众生 皆是迷人这个忘直的心 就是说攀岩六成的 这一个第六意识心 把他当作是我们的真心真性 阿难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前面 阿难曾经就 拜佛言 他说他这个能够思维的心体 就是我的心性 对不对 然后后来后文 后文就是在164页 你们先把它写下来 我们会探究到的 后文阿难有白世尊言说 这个能够推论的 我将也是认为是我的心 所以总而言之阿难阿难尊者将这个第六意识心 他当作说 只要他能够思维 只要他能够推论 这个就是我的心 所以说 经已经分明的指出 世尊分明指出 这一个第六意识的攀岩心 正如阿难所讲的 能够思维 能够推论 能够攀岩的这一个望心 就是众生的身世这个根本 阿难后有不觉 仍然认为是心 意思可悲 意思就是值得怜悯的意思 为什么这个地方讲 阿难后有不觉 就是说 世尊会一再再的开示 但是阿难却是一次次的错过 他没有办法来去入世尊的本怀 那当然 那这个是甚至是心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我们怎么会有能言间来探究 是不是 所以说阿难后有不觉 仍然没有办法来去入世尊的本怀 就是说 没有办法来去入真心真性 所以 我们就慢慢来看 阿难为什么仍然有不觉 好 世尊开示 无始生世根本之后 在开示 二者是无始的菩提 跟涅槃 圆清净体 则辱经则 世尽圆明 能生诸圆 圆守一则 所以世尽圆明 有人会说老师我很怕这十二日 不用怕他 你只要欢喜心来探究 他就会让你开智慧 这个世尽圆明在158月倒数第三行 这个全是法医的话就在158月倒数第三行 那么能生诸圆在159月的倒数第五行 那么圆守一则在160页的第十行 所以你在语 比方说你在练经文的时候 对不对 或者是你在背诵的时候 这十二个字 对不对 很容易找得到 老师先将页马告诉你 所以说当你契入义礼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 原来在义礼的连串上是要注意这些 那这个接下来 世尊就是要来诠释真本 真本 那真本的话 就是世尊所说的 二者是无实的菩提 还有涅盘 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无实的菩提涅盘 他原是亲近之体 也就是说世尊要显示出真本 前面我们是不是讲旺本 旺本之名 有没有看到156月的倒数第四行 下面这个显示出旺本之名 那现在就是要显示出什么 真本之名 要显示出真本之名 对不对 所以说真本跟旺本 真旺二本要注意 真本跟万本 皆是据称无实 要注意 老师已经刚才已经提示过了 为什么有那个无实这两个字 就是像什么 像金跟金矿一样 二具无实 你不可以分说是金矿先 先有金矿 或者是先有金 对不对 所以他用无实 不可以分谁先谁后 但是要注意 无实他没有实在体型 他没有实在体型 这个菩提我们可以 菩提又称为绝道 绝 绝道 那你再看 这个菩提有三 有三种 你们先用 这个笔内把它圈起来 也可以像东西分段 那这样子的话 你才不会觉得说 一下子讲如如理 一下子讲如如智 一下子又讲真性 一下子又讲方便 所以你自己 除非是你自己在家 你已经有做功课了 否则的话 现在还来得及 我们看 菩提有三 一约真性菩提 把它圈起来 再过左边两行 二者约十字菩提 你要注意 等一下老师在做诠释的时候 你要注意 真性跟十字有什么不同 第三者再往左边 三者是方便菩提 那现在我们 以将涅槃也一样的 我们来做一个图腾的分析 涅槃呢 翻译成本不生本不灭 涅槃不是说圣者元吉 才成为涅槃 这个涅槃 他就是本不生本不灭 也就是成为涅槃 要注意 一约有三 一者性敬涅槃 性敬涅槃 二者就是要倒数第二行 下面就十个字 二者约远近涅槃 接下来三者是方便进涅槃 要注意 涅槃都有一个镜 都有一个镜子 镜三点水的这个镜 不是说有那个镜子 有的人听着说老师开始 涅槃有镜子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说要注意听 现在我们回到 我们回到这一个真性涅槃 这个真性涅槃呢 就是以真如理为道 这个道就是为他的理体 这一个真性普及就是以真如理为他的体 也就是众生的本觉 也就是众生的本觉 所以你在这个真性普及旁边 你马上把它注明是众生的本觉 对不对 也就是众生法 身子的一体 他就是不变 其实不变 但是他有随缘的妙用 虽然现有随缘的妙用 它是他的体始终是如如不动的 也就是所谓的妙真如性 所以说人家假如问你 这个真性普及我可不可以把它称为是众生的本觉 或者是妙真如性 应该要讲说 绝可 你就要分入清澈 也会被被被众生的实施菩提出现 他又怎么样 又有狗疼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 好 那么我们来看 故约就是因为他是妙真如性 也是众生的本觉 他注意 有体是如如不动的 但是千万记住 如如不动的 其他有随缘的妙用 一切的妙用 都是归于如如不动之体 所以这个要注意 所以称为妙真如性 所以称为真性 那么什么称为实质菩提 实质菩提 他是以智慧为体 以智慧为体 实质 就是以智慧为体 也就是众生的死觉 因为他真性菩提 他说是众生的本觉 所以在十字菩提 他是以众生的死觉来讲 所以这个是本觉跟死觉 那么就是说 众生的死觉的根本之质 他可以造册心源 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光是死觉之质 没有办法来造成训练 不然要怎么样 要以本觉之体 起死觉之质 然后当十本合一之时 那就可以契入我们的妙性 那所有的就是三系六师 所有种种的一个分别训练 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转世 转这些世为质 转世为四质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所以说你在真性菩提 跟十字菩提当中 你要注意要注意 一个是真如理为体 那一个是什么为体 一个就是以智慧为理体 所以这个这样子 老师这样分析 那你就可以彼此对照一下 如此他可以造册心源 注意这个造册这两个字 造册就是一尘不染 一尘不染 因为他本质是亲近 那你必须要借着死觉之质 那你死觉之质从哪里 那当然是要有本觉的离体来 所以说死觉之质 不能够离于本觉的离体 一个是离一个是智 所以说要注意 所以当造册心源之时 无名可接近 注意无名就离 因为无名没有实体 通常我们讲无名接近 不是说把它灭进无名 因为无名他本来就没有世代体型 当我们的真心真性 我们的如如智去入如如理的那个刹那 死觉本觉没有二体的 对不对 他没有二体的 因为死觉之质是有本觉 对不对 他开采出来的 当死觉之质去入本觉离体之时 就是如如智 与如如如理相继的那个当下 当然就是可以造册心源 对不对 所以无名接近 无名就离近 所以所得真实之质 所以我们称为实质 称为实质 你看那个实质菩提 就是称为实质 好那接下来这个方便菩提要注意 方便菩提呢 这是在于透极施教 注意这个透极 这就是在圣者 他们与他们的愿力 实现在他们 首要去广度众生之因缘之下 这个透极这两个字是相当重要 透极也就是契机 契礼 然后再加以施教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先契机治理 你对于这个中根器的 你给他讲圆顿大话 他有听没有动 是不是 那你于下根器的 你将他讲上上根器的法 他更是怎么样 更是有一点点的畏惧 因为他终于疼不 所以他会畏惧 所以我们要 所以说圣者度众 是为了要无畏师 让众生心无挂碍 而去入世尊的义底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讲透极 先透极 然后再加以施教 这个施教要以个人的根据 还有他的实觉 还有他的因缘 所以要注意 所以说菩萨要来教导度化众生 是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注意 这个方便菩提 也就是说自觉已满 就是说先自觉 然后才能够觉他 那个绝他当然就是以后得志 来灌几时教 广开方便之门 注意这个广开方便之门 就是什么 绝他 绝他的方便之门 故也以为方便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菩萨成沙佛就是这样 因为菩萨在度众之时 菩萨除非 除非是已经是成愿再来的 或者的话即使是阿罗汉 他们要度众 也是有成沙佛 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来学尽一切的法门 没有办法来透视众生心之祸 之所在 所以成为成沙佛 但是这个都不会令圣者的愿力退世 不会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你要透极施教 你们现在就是在学习 如何对众生施以气急气急的教法 你要先透极 你自己就没法看透自己了 你要怎样看老人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一直比拿着 你就想说我的责任重大 对不对 所以常人在做法会的时候 我们经历培众生无边誓言度 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办 你自己的清静自信不知道有什么贵 是不是 所以要注意 对不对 然后你烦恼 有什么 事愿 所以稍微有一点事情 稍微有一点感冒 就去烦恼 对方给你一个眼神不散 或者是说他有心事 你就说他对你有成见 对不对 接下来法门无 对法门无量 怎么样 你现在是不是抱着这个心态 还是说你眼睛有够坚实 有够困难 我就一直要向学习 他就一直没有向学习 这难不有越菩萨 老师我实在是很无可奈何 因为你把他当作是文字 你把他当作是学问要探究 因为心性的义理 你必须也是要用你的心性去跟他契合 那你的心性不明 还没有稍微开采出来的时候 你必须要借着世尊开释的种种的义理 渐渐渐渐来契入 何况我们都有各自的本业缘 不是说你看文字 你送一只可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开悟 那是欺骗 那个是欺骗你自己 老师在说欺骗社会 因为社会人比较多 所以欺骗自己没够 还要欺骗社会 最重大的就是欺骗你的自信 对不对 所以你的自信也会觉得你真是值得怜悯 对不对 好了 现在我们再看涅槃 涅槃就是本不生本不灭 亦可以分成为三 一则我们称为一约性敬涅槃 注意刚才涅槃老师已经提示过 都有一个三点水的这个禁字 这个禁的这一个字 你看性敬涅槃 这个性敬涅槃就是说他的自信本来就清净的 他就是一尘不然的故意殉尽注意 一尘不然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为什么圣者他们都可以自在运用他亲近自信 因为怎么样他了知法本之无神 法法都是安住在各自必经空庆的本位 法安住以必经空庆本位 若是你以攀原心以六四望心来对他珍爱取舍 那当然你有诸多的染购 对不对 所以这边有提示了 这个自信精进它是一尘不染 为什么一尘不染 因为一法不立 本来为一法可立 而且在我们的正如自信当中 法法皆真为什么伪心线 当然是法法皆真 法法皆如 对不对 因为他是清净本然 所以你看了一句的名相 你就要提醒自己 世尊开示这四个字 世尊开示这八个字 是不是与哪一个义礼有相关 所以你自己要去怎么样 要去连串 自己要去连串 你会越来越觉得 你真是怎么样 渐渐渐渐渐的已经摸到门路了 但是要是不是能够去路 那就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可以放得下 是不是可以放得下 所以说自信亲近一尘不染 故意信近 那什么称为圆境呢 所谓的远近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真心真性中无一法不原 那么你妄无不尽要注意 这个是妄法无不尽 对不对 所以才成为远近 为什么虚妄之法无不清净呢 因为他是以出恶障 不受恶障的欺负 就是所谓的不受煩恶障跟手之障的这个狗疼的欺负 所以我们称为远近 在这个信近捏盘也可以称为法圣德 那么远近捏盘呢就是般若德 那么第三我们讲到这个方便近捏盘 方便近捏盘要注意 随缘是方便而视线有生美要注意 是因为随缘而视线全巧视线有生有灭 所以称为方便近捏盘 这个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在这一个菩提跟捏盘当中 我们现在所探究的在157月当中 你自己要注意 假如我说方便捏盘 方便近捏盘 跟方便菩提有什么不同 那你就说飞一飞一飞一 怎么样无时无虚 要用备纸 为什么因为方便捏盘是要透极施教 那么你透极施教是不是也是要随身 众生因缘时节的方便 随缘就方便 是不是 那都是能够相弃的 都是能够相弃 只是方便捏盘 方便菩提他是用你 你必须要先自觉圆满之后 然后才可以觉他 知道没 好现在我们翻到158月 好刚才我们已经分别探究 这个三菩提跟三涅槃 但是要注意 这个三菩提跟三涅槃的第一 就是说三菩提的第一 我们所讲的是哪一个菩提呀 真心菩提 好那以涅槃来讲呢 那对啦 就是心境涅槃 所以你可以将 心境菩提 圆境涅槃 改写在旁边 前一就是说都是属于阴 就是所谓的真性菩提 跟心境涅槃 他们都是属于阴 是自信本具的 我们的亲近自信本来就拥有的 那后二呢 后二来现在你们来对我老人家来回答 好现在呢 换作你们来教老师开始这个 好那么呢 菩提的后二是指哪后二 十字菩提跟幻变菩提 好要不要改 不改 一一二就是这样 好那么你捏盘呢 后二的捏盘呢 对 那个症要打卡当音呢 就是提醒自己 好那后二都是属于果 一定要注意 这个果为什么称为果 那必须要戒修 才能够有所成就 所以呢 一个因他是属于自信本具的 然后后二是属于果 他这个果为什么称为果啊 因为他必须要戒着啊 戒着修啊 才有所成就 好那么呢 这个真本呢 乃是取什么 通常我们讲一个真本的万本嘛 刚才提示过 那么这个真本指的是指什么 众生本具的什么 这是角性 我们一般都说角性角性 就是所谓的如如理与如如智 那么呢 这个如如理啊 你旁边就给他写一个捏盘 捏盘 南部的菩萨说 老师啊代技要怎么念 就知道吗 然后呢 如如智呢 菩提 就是菩提 这样子知道没 好 众生本具的决性 那就是如如理与如如智 那么呢 应该是属于什么 什么菩提跟什么捏盘 对啦 所以说呢 他这一个前面 你基础打好了 你在这个地方一定可以回答 而且你现在再来回答我的问题 真性菩提跟性进捏盘 是属于因还是国 为什么是属于因 因为他自信本具 知道没 好 那么呢 菩提是属于智 智就是所谓的如如智 那捏盘是属于理 如如理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咯 所以他这个地方在第四行当中 有讲了 圆清净体 为什么称为圆清净体 这个圆啊 这个圆它的本质就是清净体 那因为清净这两个字这怎么做诠释 清净就是说他自信中本具 所以他我们的清净自信是不是本质清净 那有一个是自信本质清净 一个是礼告之后才清净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两点 所以说呢 此事属于自信原有 原有就是本具 本具清净之体 并不是说呢 要借着成亲 才能使之清净 他本来就是离烦恼着之故 本来就是离烦恼的构着 那就是显明 你施为什么菩提 所以你这个地方要划分段线 好啦 接下来 你看各位 亦非是智之 智就是有一个对智的方式 用一个对智法来对待他 才能够使他静 因为他本来是怎么样呢 本来就是离烦恼之染固 可以显示出他是性净的什么 所以要注意 因为你这一个自信亲近 跟离烦亲近 这个三所诠释的 你要注意 你看那个第五行 并非成之有没有 然后接下来 第五行 往下延伸 你看亦非 所以这个并非 亦非 你都要注意 都要注意 这个是强调 强调 强调 这个性净涅槃 好 然后呢 好 磁体 注意这个磁体 指的是什么 这个真本子体 是一切是众生 本来原具 原具就是本具 既然是本具 那他不需要假借任何的造作 对不对 而且也不是借着修 才有的 因为他本具 对不对 本具就是不带修成 也不假借来造作 所以说 故曰 圆 亲近 他本来就是亲近体 那么呢 这个其无他 你要将上面那三个字连下来 你把那个亲近体圈起来 然后画一个箭头下来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 你上课经进 你上课的时候做功课 你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自己讲一次 你会觉得说 你实在是已经摸到门路了 自己先欧路赞叹 但是不能狂妄 是亲近体无他 那现在要注意 亲近体无他 那么是何物 是亲近体无他 即是乳 就是说 你阿难现今 在你阿难现今的六根当中 所本之具足的远战 本不生 本不昧 之根性 名为 世今 所以这个要画起来 画双条线 画双条线 这个亲近体无他 就是你现今 阿难在你六根当中 本具的 本来就是远战 本不生 本不昧 的根性 又名为世今 这之间为什么不讲如来藏 因为对阿难开示 也就是对与会大众开示 然后也是对我们冒法实际的众生来开示 你要是讲佛性没有错 讲如来藏体也是没有错 但是在众生的风味 就是说站在众生的角度来讲 他没有办法直接来去入佛性 而且呢 这个世今 要注意 世今 他是以阿难也是之体为体 有人说老师 这个 这个一里发一里对 好注意 你现在看一百五十九月 一百五十九月的倒数第五行 有没有看到 我老师这边有点听 一趴就趴过一百五十九月 有没有看到 世今就是第八阿里也是本居的精明之体 由于这个嗜体 嗜体就是第八阿里也是的这个体 就是什么 所以我说嗜体就是如来藏对不对 嗜体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怎么样 嗜藏 所以我跟你说你很好奇 嗜藏跟如来藏 嗜藏也可以讲藏事 有的人把他讲藏事 藏事也欺骗人 你这一个藏事你这个事把他去掉 是不是存一个藏 就是如来藏 这样很好奇 对不对 对于初学者来讲说 这好方法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看一百五十八月的第六行 第七行 第七行的嗜经 你就跟一百五十九月到十第五行的嗜体 就是嗜经之体就是如来藏 这样的你就马上去入 有的人说老师我早就都看好了 因为你已经听过两次了 你这次在听第三次 你如果再给老师跟你说一里的连串 你也是值得怜悯 对不对 不过老师还是要赞叹你的精进 所以说当你的初次面对人眼睛的时候 你一定会这样看不见 因为你是用看的 你在看文字像 所以一定看不见 好然后接下来你慢慢慢慢 在这个义里上 你继续去探究 你会觉得好像懂了一点点 再继续探究 你就会认为不是懂了 而是了知 了知以后你在用义里的连串 你就会变成了悟 了悟以后你再精进 那就是变成圆解 有听到吗 一步一步来 慢慢来 你要知道你现在没有一步一步的精进 你未来要如何的来契机契礼 来施教于众生 你现在基礎自己打不懂 你要如何以你的愿力 来跟众生结法缘跟善缘 是不是更何况说你要成愿再来 是不是不要看清自己 但是也不要对自己太狂妄 所以说你这个义里的探究 你自己马上写下来 马上写下来 在158月明慧试经 你就改变159月的倒数第五行 然后在159月的试题 即是如来藏题 你就改变158月的第几行 所以说有时候你会说 这个好像在哪里 你就注意你精进到家 自然而然你就会怎么样 会得心应手 你知道这一流的连串 是在哪一个方位上面 接下来 这个试经 他原是妙明之真心 就是说这个试经 本来是本妙本明之心 并非是魔之才是明 因为他本来就明 所以我们称为本明 对不对 这个妙明之心 也就是说这个试经 他虽然常处于长夜的昏暗中 这就是所说的无始无明 虽然他处于无明的昏暗之中 但是这一个体 他的这个体性 他不昏暗 所以这个暗 这个门有没有 一个门里面一个音质 那个暗 故曰圆明 圆明就是说 圆是妙明 那么这个妙明就是说 这个妙明的真心 有人会讲 老师那妙明的真心在哪里 好 你现在注意 那个妙明的真心 你把它圈出来 然后你画一个箭头 到左边这一行来 你要找妙明真心在哪里 是不是就在此处 在何处啊 在圆怎么样 那你能见的话是用什么剑 比较大 好 那么在耳能文 耳的能文是用什么 注意哦 为什么老师要你讲出来 因为你要注意 不是眼是 不是耳是 而是要讲坚信文信 所以他现在讲妙明真心 所以说老师说妙明真心在哪里 老师跟你说 就是在左边这一行 好 这个意理就在此处 好 那么在彼是能什么 能够修相 在舍能 在身 解处 在意就是一根 能怎么样 知法 知法 就是知法成了 那虽然分六合合 注意 人们问你 为什么一定分成六合合 那是因为众生有六根 所以分成六合合 但是这个六合合 都是同一个 葬性在作用 所以说圆是一根明体 所以说这个就是真本 那你众生在因地修行之时要取为什么 对 就取为因地心 我们就跟他说就是在众生六根门头当中那个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 那个就是因地心 这个因地心啊 在我们圆觉经里面 世尊也是在强调 即使是文殊塑利菩萨 他也是在强调如何了悟因地心 如何因地心 这个假如你以前有上过圆觉经里应该都会了知 所以说要注意我们的六根性分成六合合是因为我们众生有六根 虽然分成六合合 但是都是同一个精明体 也就是都是属于世经 所以世经是总明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讲呢 因为他是在以世经嘛 所以说目前还没有在十方选间之后 世经还没有讲出这一个六根啊 就是说建经啊 都会怎么样以如来藏 这个名字啊 来总包含的所有的这个地方 都是会讲六根 六根本来就是一根明 知道没 一根明就是世经啊 对不对 世经就是以如来藏的为体啊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原是一根明啊 此为真本啊 因地修行之时要取为因地心 因为因正果地觉也正啊 所以你不要错用心啊 又世经也就是第八世的精明之体啊 世经啊也就是第八阿什么世 阿利耶士 因为这个是翻译啊 好所以第八世的精明之体 这个体啊这个精明之体 也就是说这个世经是稍待旺哦 虽然是稍待少分之旺 那么呢这个稍待少分之旺 要注意 除了是无名利之外 还有一个我们后面有因缘会讲到 就是同分旺见跟别业旺见 所以呢这个世经原是一经明体呢 他会有稍待少分的旺 但是他究竟的全体是真 为什么究竟全体是真 因为世经 他是以如来藏体为体 也就是相当于这个世经啊就是这个藏士啊 这个世藏啊他是以如来藏体为体 所以他全体是真 这个地方要注意旁边这个全体是真 就是说以藏体为体 例如呢这个涅目就是说这个世经啊 这个稍待少分之旺 那这个相当于什么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是我们涅目所见到的这个第二月 第二月有没有真的是 有没有真正的有第二月的存在 没有啊 那个是因为你涅目的关系 所以才在真月的旁边 见到好像有第二月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第二月是不是因为 你没有真月哪里会因为涅目会呈现第二月 所以说这个第二月全体实在是真月 就是多了那么一捏的旺 多了那么一捏的这一个旺动 所以放手全真 有看到那个放手不 嗯 放手就叫你要放下 嗯 对不对 放下你的执着跟分别 你的骗具所值 好 那为什么我们说第八次的精明之起呢 他去究竟全体是真呢 那因为 你给啥这个因为 因为啦 在众生现前的身中 就是说在众生啊 现前的这个摄身当中呢 假如舍掉这个阿里也是的话 就是舍掉啊 这一个精明之体 舍掉这个第八次的四经体的话呢 那呢 就没有真心可以来显示 没有真心来显示 意思就是说 世尊若是不借的这一个四经圆明之体 啊来开示的话呢 那用十番显见来显示出的 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六经 就是相当于说我们六根门头的这个根性啊 要讲六经的话呢 没有办法拿真心来为众生开示明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呢 你讲了六经有人讲是 六经有人讲六根性都是可以 因为六根性就是站在如来藏来讲 那六经的话呢 就是以四经来讲 其实四经就是一如来藏的为题啊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要注意 那所以说 那这个阿难啊 在求所真心之后 那么呢 世尊就是以十番显示见性 十番就是以十种角度 那显示见性就是在显示 这个词是指什么 这个词就是指什么 大声一点 对啦 就是指四经 因为世经全体是真 在众生现前的身中呢 你若是舍死这个世经 那就没有真心 可以来令众生了悟啦 所以说呢 请修之后这个注意 这个是以后后面我们会讲到 啊 因为阿难在请修这个大定 就是能业大定之后呢 是真所开示的 你要入华屋之门呢 对不对 因为阿难要求如何修能业大定 能业大定就是华屋 那你要入华屋之门 就是怎么 就是在指这一个我们的这个根性 也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六经 意思是这样 所以呢 他这个只是稍望前提示而已 在第五卷当中 诸佛所证 曾经提示过 乳父 欲知无上菩提 好 那么呢 令如树震 树震 安乐解脱 极尽妙常 注意 好 无上菩提 令如树震 这个就是在七 七百四十八 跟七百四十九 这个后面我没讲到 那你现在把它先记下来 好 也是在你的六根 更非他物 就是从你的六根的根性下手 因为你要正无上菩提 对不对 而且要肃震 肃震安乐解脱极尽妙常 那不能够离开你六根的根性 好 如此呢 我们可以厌知菩提捏盘 刚刚说过而已 好 那决定是怎么样 决定是指我们跟踪之见文等经 也就是指见经文经常去秀经 对不对 因为他是站在四经原名的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是叫我们跟踪六根中的见经文经等等 对不对 好 那么四经是种 就是一样的种名 那么六经就是别名 为什么 因为六经本是一经 就是说六经本是属于一经 就是属于一个经名体 好 那现在看到这一段之后 你现在手按住这个地方 眼睛看我老人家这个地方 马上就回答 不用看 为什么 世尊要用六经 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六根性 来指引众生 那个就是真心真性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怎么样 舌 假如舌掉怎么样 自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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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重生的角度来讲 假如舌掉这个四经体 那就 有没有真心可以替代 所以为什么 世尊在使什么显见性 对啦 那这样子自己讲得出来 有人说 老师 我会说 或是别人有要讲到 你先说 你不要去骗你自己 你自己讲自己的 你自己能够讲得出来 对不对 好 很好 再接下来 好 如来首显见经 就是说 如来就是世尊 之所以 要先显示这个见经 讲到这个见经 那就是其他的五经也都讲了 见经文经常去修经 知经觉经 对不对 这个都要讲 是尊之所以 所显见经 就是要显示真本 知道没有 就是要显示真本 前面不是有一个真本 跟万本 那就是要显示真本 那像文殊师利菩萨 他独选耳根 文殊师利菩萨 在二十五圣元的当中 文殊师利菩萨 对不对 来总简 总简 简则 他曾经说是 以观世音为罪 就是来赞叹观世音菩萨 耳根元通法门 是最适合于我们说 不世界的众生 对不对 所以说 文殊独选耳根者 即是用真本 那你告诉我 耳根的真本是指什么 耳是还是文性 对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你就可以了悟什么 文殊师利菩萨独选耳根 就是以文性 因为观世音菩萨耳根元通法门 是怎么样 反文文字性 对不对 所以稍稍有几句的这个意理的话 你就可以很欢喜心的讲出 你所了解的意理 你感觉自己说 哎呀那真是有欺辱 知道没 好 知道 接下来 须知此今 此今 此今是哪一今呢 能言 我们的能言君 一知道此今的这个中药 即是什么大声的讲出来 这个世子是什么什么世 更圆满一点 舍世之子什么世 舍八世 好 用什么 为什么要舍八世 对不对 舍前五世 为什么世 成所作之 就所作阶层嘛 一切都圆满 那一个是在 那个是一定要在成佛之后 那个是一定要在成佛之后 好 然后呢 守第六意识 成为什么世 对 因为第六意识都欧北攀缘 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转至 转成智之后 就要妙观察 对不对 好 那么的第七意识 这个摩洛世 要转成什么 对的 因为他接到 诸多不平等 我现在说众生 对不对 所以说 好 那么转第八意识 关于什么 大缘均智 大缘均智 要注意 所以说 为什么你们刚才讲六世妄性 我说再圆满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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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世 这样了知了 所以说舍妄是用根性 好 那么呢 在前面呢 我们上个礼拜刚刚谈过 在前面这个普叛勿认忘事的这一刻当中 对不对 已经首先 世尊已经开始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世尊再来 显明再开始 那么在第四卷末 有人说老师第四卷末 在哪里 七百四十二月 在这个第四卷的七百四十二月当中 世尊一再的提示 要弃生命守于正常 注意 在这个弃生命 这个不只是表姐也有 我们第四卷里面 这个七百四十二月也有 表姐在第几月啊 一百零四月 一百零四月 我看以后我老人家要这样 如果说这几月 不可以公确定 我要说在一百月 一到一百一十月当中 让你们自己去 自己去探究 不然你生活依赖我老人家 对不对 因为我都长久住世了 我是反忽嘛 所以说你们要靠自己 知道没有 自己去摸索 你会有相当相当的体悟 好来 若是弃生命 注意 弃生命就是弃生命的世心 属于正常 这个正常指的就是我们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 那么这个生命为什么要弃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世心嘛 那正常正常是什么 大臣念出来 对 所以我老师上课是能用这样 水公水蒙 你水蒙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是再重复的生命 你看 世尊是一而再 再而三 都是要了破众生的谜子 所以说破旺是为了要显正 好 此皆是出自于如来是本意 如来 对 那这个地方我特别要强调如来 一般通常我们讲如来 是讲我们的清净自信 那如假如讲佛 一般都是吃的 比方说世尊 开示 世尊 世线什么 对不对 那通常 讲如来的本意 其实啊 假如你要讲 要必须要讲 去入世尊的本怀 或者是去入我们的如来 照妙真如心 或者说去入我们本不生 本不昧的清净自信 那是要注意这个地方 有人有此处 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探究的 有人见他这个世经这个名 看到世经这两个字 这个世经这个门 这个名 便不敢认为 他是真本 也就是我们的根性 也就是我们的真心 不敢认为 因为你说世经 对不对 他就会想到 这不是我的真心真心 他不晓得世经是以如来 仗体为体 对不对 而且呢 离开这个世经 世尊没有办法 用另外一个真心 来引导众生 误入我们的真心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所以说物意 物意就是说 不要错戒佛意 对不对 起不关 起不关圆明 就是前面所说的 对不对 世经圆什么 世经圆明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 圆是清淨体 好 所以说 圆清淨之语 就是前面我们刚刚上过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这段 我现在正在进入要探究的这一段 没有这么样的简单 就让你去入 尤其是初学者 但是呢 你不用畏惧 不用畏惧 因为世尊的心性大法当中 他是能够令你生无畏 能够令你生无畏 不是说 我都不用饿 不用烫 不用精进 只要世尊 加咖啡下去 我就无畏 对不对 你这种的心态 那个无畏 你就把他动作无所畏 对不对 不是无的无所畏惧 所以不要欺骗自己 从这个地方要注意 在这个159月的倒数第五行 这个能生猪元 所以说你要注意 再看第二行 倒数第四行 那个猪元 有没有 中间有没有猪元 你要把它圈起来 这个猪元 就是指能元跟受元 因为他说能生猪元 你就要知道什么叫做猪元 那就是能元跟受元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你再翻过来 再翻过来 好 现在在160月当中的第一行 有没有看到 顾约元首移者 有没有 好 然后你再看 第六行 也是有一个 顾约元首移者 有没有 你要把它 都有同样的图腾器 把它圈起来 你这样的话 你自己在精进的时候 你就知道 前面所讲的元首移者 跟后面所讲的元首移者 有没有一样呢 对不对 然后你再讲 注意 这个元首移的这个圆字 有两种的解释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个一 下面那个一 有没有 第四行 有没有看到那个一 好 然后你这个一把它圈起来 好 然后左边再往第二行 有没有看到一个圆者 这边有一个二 有没有 你把它圈起来 因为这样等一下 老师在诠释 这一个 这个义礼的时候 你就不会怎么样 拿不住主张 就是不晓得老师在说对 所以说注意 好 然后再一个 在这个二、四 注意 二、四、六、七 七有一个蚊子 有没有 看到没有 那个蚊子 用大大 一个三角形 把它空起来 这个相当重要 然后再往左边 有没有一个答 你用双圆圈 把它回答 对不对 一个蚊子 就是说 你这 要是没有办法能够撩 你的狗疼就是 会停在这个地方 会被这个所缠到 然后你这个答 用双圆 你要这么的回答 才能够圆满 好 现在呢 如何是尊这法能够令你无畏呢 无所畏惧 好 现在我们来看159页的报数第五行 为什么称为能生猪圆呢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提示过 因为四经就是第八阿里的体 就是阿里的士 阿里的士 他是本具是精明之体 就是说他是一个一精明体 他原是一个精明体 这个出现在158页的倒数第四行 有没有 原是一精明 有没有 所以说他原是一个精明体 由此呢 这个士体 这个精明体 阿就是如来杖 这个刚才我们提示过 而且呢 这个如来杖 他能够寒色一切法 也能够生一切法 所以我们的维心线嘛 这个地方讲是士体 你就会想说 因为假如离开这个士经 那没有办法用真心 来显示 这个是站在众生的角度 所以说由此这个士体 就是如来杖体 他能寒色一切法 能生一切法 所以称为能生 所以这个生维心线 这是维心线 不是确确实实说法 有他的实在体性 这个要注意 那什么叫租源呢 租源就是含有能源 所源 那这个有两种意义 你必须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第一 巴士 他能够生健相二分 健分是能源 巴士是所源 如果说到这个时候 有的人就是说 老师 我会记得我们三四六处里面 感性有 不是感性有 絕对有 知道没 好 现在眼睛看我老人在这个方向 有没有看到 久 老师没有这样仔细探究 所以现在看起来 可以带陌生 大家都呈现在你眼前 对不对 这个佛法的度 都呈现在你眼前 对不对 他认识你 你确实舒服了他 对不对 好 健分 所以我们讲 RDST 就是这边 三个 夜相转现现象 转向是成为健分 还是相分 现象 好 没有 转向 有没有现象 没有健分 能不能产生相分 这个等一下就会有答案出来 知道没有 所以说你也是能够生健分跟相分 知道没 好来接下来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讲义 好 而且我们要注意 健分它是能源 相分为所源 就是说相分是 健分所源 但是你要注意 现在眼睛看我这个地方 健分是能源 相分是所源 但是以我们如今众生的心态来讲 原本你没有健分是没有产生相分的 但是现在是变成怎么样 我们的健分是不是被相分所掌控 你现在任何六层境界都可以掌控住你的心 对不对 原本我们的健精是能源 他所源的对象是相分 现在是变成相分能够掌控健分 所以有时候众生会觉得非常的无奈 无奈 为什么 不但你心来迷惘 对不对 被六层境界牵着走 都是用六层妄心在面对六层境界 还有落入于习气的种子 什么时候起信息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可以掌控它 知道没有 你虽然知道离是 见分是能源 相分是被见分所源 一个是能一个是所 但是现在众生之所以啊 习气无名 贪嗔痴 这三毒 越来越严重 重点就是说 我们的见分完全被相分所掌控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看 倒数第三行 这个见分是怎么样呢 见分原本 他是我们零零绝绝 见分原本 在阿赖也是 在我们如来藏里面 对不对 如来藏里面 没有所谓的见相恶分 如来藏是本无依法可得 如来藏里面有真挚啊 对不对 真正的 这个就是我们如来藏本体里面 本来就有真挚啊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见分是怎么样来的呢 见分就是转 因为无名利 转我们本有的志观 我们本有志观 就是转我们本觉之志 本感 转我们的本觉 而成为能见的见分 你这个能见旁边给他写一个旺见 好 我们的这个 这个见分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你知道这个见分 你把它Change 这个见分来自哪里 就是转本有的志观 澳门本有的志观 是不是我们的星光 是不是我们的灵光度要窘透更新 是不是我们的根性 本不生本不妹的根性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们本不生本不妹的根性 就是无名 对不对 无名利 所以我们的根性被这个无名利所遮盖 所遮盖 所以说转本有的志观 而成为这个望见的见分 好 那这个地方把它画一个分段先 那接下来 这个见分耀元 第八是本体的自证分 这个自证分 这个本体称为自证分 因为每一分 每一试都有这个试分 这个见分 像分 自证分 跟正 自证分 这个自证分 指的叫自讲 我们第八识的本体 有人说 那是正 自证分 那就是真如体 知道没 所以说呢 能见之见分 它要圆 就是说 它要反圆 第八识的本体 我们本识 就是 你也是 在第八识 要圆 第八识的本体 你那个自证分 把他掘起来 那才不会乱掉 有人就是说 老师 那个本体我知道 那个自证分 好像不太懂 自证分 就是这样 以试分的角度来讲 所以说 人间的见分 它要圆 第八识的本体 但是 第八识呢 已经怎么样 已经有 无名利 之染灼 就是无名利 之薰染 惠灭了原本的真空 而成为王空 所以说八识 是不是变成王空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就是八识 就是变成王空 那这个王空 也可以讲是怎么样 就是讲 惠灭的空 惠灭的空 他是本无依法可见的 是不是 好 那你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你在看这个地方 好 夜象 这个就是惠灭空 知道 好 这个惠灭空 他本无依法可见 因为本来是真空 本觉离体 本来是真空离体 本来是真空离体 所以要见 要见什么 见这个惠灭的空 见这个惠灭的空 因为他是妄能 所以一直想见 对不对 因为这一个第八识 阿里耶斯的这个体 就是他是已经由真空离体 变成惠灭的空 惠灭的空 惠灭的空 就是无依法可得 对不对 好 那么你这一个 就是说 已经失去这个本有至光的 这一个星光的 这一个能见的见 我们就相当于见分 已经是怎么样 已经本有 已经由本有的至光 转成为一个望见的 所以这个望见他一直想见 这一个王空 所以说定文一直想见 这个王空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 这个王空只是一个惠灭的空体 他本是无依法可见 好 于是在惠灭的空中 结这个惠灭的岸 而成为四大之色 所以呢 带出了相分 那这个相分就是什么 就是被见分所缘之境 所以你没有见分 没有相分 这样知道没有 好那现在呢 鼻按住这边 然后眼睛看我老人家这个地方 有人会问 老师 那能见的见分 他要见这个惠灭的空 他为什么见不到 为什么见不到 因为他已经有本有的至光 被以无名利的虚染 已经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妄能 这个妄能就是没有真正的智慧 没有真正可以透视 没有真正可以透视 这个惠灭的空 他是一个顽空 就是因为透视不出去 被障碍住 知道没有 重点是这样 人家假如问你 而见分为什么不能够看到惠灭空 对不对 那是你要注意 见分从哪里来 本来我们零零绝对的星光 对不对 已经转成为妄能的能见 妄能就是说已经失去 他的本能 他的本能是什么 本能就是我们的灵光 毒药的星光 因为被无名利所遮盖 所以这个见分没有真正可以来透视这个惠灭空 他是虚妄不死 无一法可得的 这样听不懂 这很重要 一定要了知 在这个三季六祖里面 以后我会花一两堂课 会针对这个图腾很仔细的 不带任何文字像 仔细的 我们还要来更加的探究 这圣哲公 这个老师应该要让大家有这个因缘 来了悟什么成为三季六祖 三季六祖你绝对一定要彻底的分明 为什么 因为三季六祖就像我们学数学一样 那个九九成华表 你九九成华表不会 你要按抓二数学 你要按抓到微积分 对不对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好来 接下来 好 所以呢 会带出相分 为什么会带出相分 因为禁分一直要禁灭空是何物 灭灭空就无一法可得 所以不得不在这个灭灭空当中 结灭灭的空而成为一个四大磁色 就是所谓的地大水大火大风大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个四大磁色 并不是我们眼前所见的这个四象的四大 这个仍然是在我们阿里耶士的体当中 阿里耶士的体 他现在是见像二分 现在只是在介绍 世尊在说明 见像二分是从哪里来 但是在我们的阿里 在我们的第八世的精明体当中 见像二分还没有很明显的分开 那还没有很明显的分开 要注意 因为众生还没有造业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所以说 带起相分进阶 为见分所缘 知道没有 好 接下来 而我们本身的四海 我们本身的四海是什么 就是葬四海 就是葬四海 听不懂 就是我们的第八 阿里耶士 就是而本身的四海 四海在旁边就有一个葬四 葬四海 对不对 好 怎么样 还是缘不到 这个缘不到 是什么 见分没有办法能够返原本事 见分没有办法可以返原本事 所以称为不能够返原见世海 不能够返原我们的葬四海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翻到一百六十页 所以说 远所移 这个责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没有讲远所移责 对不对 好像说少掉那个责就不成法义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称为远所移 这个责就是说 就是因为如此 才称呼他是远所移 所以这个圆 你注意这个圆 你把它看一眼看一眼 这个所移 你把它看一眼看一眼 虽然三个字 但是你用这种角度 就是说 见分 不能够返原于我们第八世的本体 所以这个第八世的本体 好像失去了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失去 因为见分就没法返原到本事 是不是 刚才为什么我已经讲过 见分为什么不能够返原到本事 因为见分已经不是我们 零零绝绝的智慧之光了 已经变成为妄能的见 因为妄能就变成见分了 对不对 第二 第二 就是所谓的 前面有讲一个一 对不对 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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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二一定有一,一你自己忘記了,一字第幾項? 第幾項? 旁邊還有一個一,第幾項? 那你自己要探究的時候,你就是要這樣子下功夫 你就是要這樣子來進進 好,就是所謂的七轉四 七轉四就是怎麼樣?七轉四是由第八式的相分境界 所輾轉換生出來的 你怎麼看了一個生,那不是真正的生,是換生 虛幻,由第八式的相分境界而生的 那麼這個七轉四,注意 你的七轉四,第一項七轉四 就是把他畫箭頭到第二行欄 就是所謂的前四出 前四出,前四出哪四出? 有人的光景在看,有人的光景在看 有老人家這個方向,前四出哪四出? 這個就是前四出 知道嗎? 所以說呢,假如講到三世六出 看這個圖騰 看這個護法圖騰 好,那你就可以看 所以說呢 接下來第二,就是七轉四 這個七轉四從哪裡來的呢? 是由相分境界所生 那你們一定知道 在其心論當中呢 曾經提示過 境界為圓怎麼樣? 注意這個長旁邊,你寫個換生 不是說他就是可以生出來 他還以為說,真正有這個六出境界 不對,那你假如真正有六出境界的話 你如何能夠轉世成智? 他就真的啊 他有十大幾星要怎麼轉你? 對不對? 所以說境界為圓換生六出 那這個六出當中的前四出 就是所謂的志向、相续向、子取向、記名志向 就是所謂的七轉四 那就是所謂的七轉四 有人說,老叔 他不是總共有六出 那個子取向 那你這個六出裡面 注意他子取,子取什麼? 就所謂的子取 然後就有起業、造業 然後造業 業系苦向 有業一定會有輪轉 所以說業系苦向 所以說注意這邊 好 因為現在這個趨轉四 就是所謂的 志向、相聚、相聚、相記名志向 他各有能源的功能 這個起轉四 各有能源的功能 所以說來你們現在回答我 第七四 在全四出當中 第七四涵蓋哪些? 第七四 在這個四出當中 第七四何在? 這個就是聚生法制 分別法制 所以說這個是隨地七四 這個呢? 第六意思在哪裡? 所以每一天 每一次上課圖等都顯示在這邊 那您是否 是否 能夠真正的來去讀法醫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不要一陣子之後 上完課之後 對不對? 全部 離開那個門 離開我們基金會的門 就把所有的 我們今天探究的毅力 都把包包起來 現在嚇咧 嚇我們基金會 對不對? 是不是? 注意喔 這個是你辜負你自己 老實跟你說 末法時期 你要出生在人道 多麼不簡單 你既然出生在人道 你又能夠探究到 世尊開會的能引大法 就是破謀大法 你是何等的怎麼樣? 有福報 你自己要浪費你的福報 其實我老人家對你也無可奈何 我也無法討厭 對不對? 因為我要契機 我要契禮 我不能把你 怎麼 不能把你拔起來 不能說 你一定要聽我的 老實是反乎 老實是聽世尊開示的法醫 所以你們是聽世尊的開示法醫 老實其實藉著一個方便的因緣來轉述而已 所以要千萬記住你要把握你的因緣 稍重即逝 你此事能夠出生在人道 能夠探究到破謀大法的能引大法 就是開會的能引 成火的法法 對不對? 你自己要把他放棄 對不對? 你自己想 你未來是 你遇得到能引大法嗎? 對不對? 你能夠出生在人道嗎? 你有這個福報因緣可以來學佛嗎? 好好的思維 好接下來 因為這一個七轉式 也就是第六意識跟第七意識 他各有能源的功能 但是這個第六意識的能源力是最強 所以你要看第六意識 是不是包含有總共五十一個新手 五十一個新手一轉包 知道沒? 那轉包 所以說 第七、第六識 的這個能源力倒是最強 好,所以說 所緣即是一切的萬法 所以在這邊的所緣是指七轉式 因為他這個地方強調 第六識的這一個能源力是最強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知道 七識所緣 就是第七意識跟第六意識所緣的 就是一切萬法 皆是從事 神就是說 皆是從怎麼樣? 七轉式所生 你看看第七意識是指著 對不對? 第六意識是分別 對不對? 所以說 所緣的一切萬法 都是從七轉式所生 好 那麼 是我們七轉式所攀圓的境界 一切萬法 都是七轉式所攀圓的境界 故稱為諸緣 接下來我們再看 好 現在我們要看 第一行有一個元首儀者 是見分不能夠返圓本式 他這次說 第四行有一個元首儀者 他是站在於這個曲轉式的角度來講 所以你要注意看 這個圓字可以做兩種解釋 好 這個一跟二 你們有沒有標圖騰起來 最好 圖騰你自己認得那是最好 老師是怕說 你現在標圖騰以後 反而你不認識圖騰 圖騰就認識你 最好 你就可以寫一個 A 這個E寫一個英文字幕大A也可以 或是你要寫一個假也可以 那這個2 你可以寫大B也可以寫乙 好 好 那現在我們這個元首儀是站在什麼角度 站在七轉式的角度 是站在七轉式的角度 好 現在說呢 這一個圓字的 這個元首儀 這個圓字 可以做兩種的解釋 好 一轉式注意 就是因為七轉式 它可以片圓一切 對不對 第三個不是已經講了嗎 七轉式所圓的是不是一切萬法 所以說七轉式它可以片圓一切的法 但是呢 不能夠反圓本身的釋海 就看 不但是見分不能夠反圓本身的 那個本體的釋海 連七轉式都不能夠反圓本身的釋海 例如呢 眼有見能騙見一切法 但是這個眼卻不能夠反圓到自己的眼 你這個地方把它畫分隔線 好 然後打一個大問號 好 如眼有見這個地方 打一個大問號 好 現在放下筆 眼睛看我老人家這個方向 因為啦 眼能見萬物 但是卻不能夠自見自眼 很多人 都會離開世尊 在開示 這個望是無處 望是非心 望是無體 這個破三明當中 一直要去找尋答案 對不對 那答案就是在望是無體當中 就是在七處 七處真心當中 七處真心不是在說 七處去找心 不是 是世尊問阿難回答 用七處來回答 處處都被世尊所破除 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眼能見萬物 但是不能夠自見其眼 這個你要注意聽 要注意聽 眼能見物 是眼根在見 還是眼根中的漸境在見 懇切的回答 大聲一點回答錯誤 也沒有關係 是眼根的什麼 眼根的漸境在見 好 那麼眼根的漸境在見 他要不要借著 浮生根跟聖義根來見 那浮生根跟聖義根 是不是助援 好所以說 當眼根見物之時 他可以見一切物 沒有錯 我們的漸性 是浮虛空騙法界 他是以如來藏體為題 所以他可以見一切物 但是為什麼他不能夠 自見自己的眼 我告訴你 我們能見 是眼根的漸性 跟浮生根跟聖義根在見 假如你說他能夠自見眼 那麼就是相當於變成什麼 你的眼就是變成境界了 本來我們的浮生根 聖義根跟漸經 是能 他是能見 他是本能能夠見 那你假如說這個本能 又要見自己的眼 那變成你的眼變成為 什麼 變成一個境界 變成相分境界 那你能跟所怎麼可以同一體 這樣有那些誤到嗎 對不對 這樣有誤到嗎 我們眼根 就是相當我們眼球 我們眼球裡面有浮生根跟聖義根 那你就是這個眼根 你沒有辦法見物 一定要有你的漸性 漸性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如來造妙真如性 我們的如來造妙真如性 可以騙見宇宙妄法 也就是相當於說 我們眼的漸性能夠見宇宙妄法 但是你見宇宙妄法的當下 你說這個眼能夠自見其眼 那就是變成說能見的漸性 把它變成為所見的境界 因為自見眼 自見眼是不是有漸性跟福神跟聖義根 那你怎麼漸性福神跟聖義根 一下子是能可以見 一下子你又變成所見的境界 能所不能混為一體 這樣聽到嗎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關鍵 許許多多人在這個地方 他一直搞不清楚 能所不能同一體 這樣我們見分 見分所攀遠的對象是不是相分 相分是不是見分所遠的對象 你聽到沒有 你不能說相分來攀遠見分 那就變成見分 對不對 他是能 那見分就是變成什麼 見分就是變成境界 所以你說眼能夠騙見萬物 沒有錯 眼根的漸性 藉著福神跟聖義根可以見宇宙萬法 因為漸性的體就是如來漸體 是不是 那你說眼不能夠自見其眼 你的眼福神跟聖義根跟你的靜性 能夠自見眼 那你就把這個福神跟聖義根 靜性的這個眼當作是一個境界囉 是不是就變成一個境界了 他說自見眼 你這個眼就是變成境界囉 那你說變成一下子 你這個眼根變成一個能見 一下子你要將這個眼根變成一個能見所攀遠的所見的境界 這個不能夠成立的 這樣聽不懂 重點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不要大家看到 如如眼有見 能夠變見一切 而不能夠反見之眼 反正這就是這樣 你就不知道這究竟毅力在哪裡 能所不能夠同一體 能就不能說 一下子就變成它反為所 能 這個能 見分見分是心理作用 那所 對不對 你說自見眼 眼是肉質 是器官 它是屬於我們的色神 你聽不懂 要注意 如果說眼 你要注意說你是說能見 或者是指責這個眼球 能見一定要三個條件 福神跟聖義跟見性 就是以眾生角度來就見見了 對不對 你將這個能見 你要把它一下子當成能見 能源萬法 你現在去變成 將能源萬法的能見 你要把它當成 怎麼樣 變成所見的境界 對不對 一個是能 一個是所 你要注意 能所不能同一體 這個就是為什麼 說如眼有見 能夠騙盡一切法 而不能夠反見之言 那這個呢 這個是出現在哪裡 這個七處 七處正經當中裡面就有 這我老人家 這樣叫你自己去找 對不對 你自己找到的 那才是你自己守護的 但是這個範圍老師已經告訴過你了 好接下來 好 既然 既然 不能反原本事 這個不能反原本事 你要下記 七 既然七轉世 他不能夠反原本事 那麼呢 這個菩提涅槃 圓清淨體 就好像怎麼樣 他就沒辦法來反原 七轉世就沒辦法來反原 這個菩提跟涅槃 真性菩提跟性淨槃 對不對 那不能夠被反原的話 就好像什麼 好像是失去了 其實不是真正的失去 不是真正的失去 好 所以說 非失 非是真正的失去 好像是相似的失去 因為他不能夠被 他不能夠反原 七轉世就沒辦法反原 你本身的失去 對不對 沒有辦法反原到我們的真本 故約 元首儀者 所以第一行的元首儀 跟第六行的元首儀 你要注意 一個是站在見分的角度 見分不能夠反原本事 一個是站在七轉世的角度 不能夠來反原本事 反原到我們的性淨菩提 反而我們的真性菩提跟性淨槃 就是我們的真本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你們一定要注意 所以說 你把元首儀第一行的 跟第六行的 你都要把它圈起來 回去的時候自己要講一次 還有眼能見 能騙見一切法 為何不能夠自見其言 為何不能夠反見自己的眼 接下來 這個元 這個元意思就是說 是因 原因之故 也可以講依 由於 諸眾生 他迷失了 這個世君圓敏之體 世君圓敏之體是什麼 他原是什麼 他原是什麼 原是依什麼 原是依什麼 原是依君明體 啊 世君之體 他是依什麼體為體 你 現在稍微有在迷糊 有的說 老師 我一直要寫老師說的義理 我說你寫不來 你寫不來 為什麼因為你義理不明 你用意識狀態在寫你的文字 老師跟你說 這個百千萬賊 你都沒有辦法開悟 文字像裡面沒有誤信 文字像他是幫忙你 他是一個助援 令你來誤入義理 你現在要先聽 你要聽看看老師在詮釋什麼 然後呢 你回去之後 你可以將我們基金會的音聲黨 多聽幾次 一次聽不 十次跟他聽不 對不對 就像我們的那個管居士 他以前初學能演技師 什麼種的力量 讓他這麼精進 他說我不相信我聽不 我也絕對不相信我學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 所以說 你各有精進的方式 你要抓住你的目標 你一直抄一直寫 當然啦 重點是你是要強調一下 但是 老師所說的話 你在這幾個短短的幾分鐘 你說你要全部記下來 即使文字你記下來 但是這個義理你都做不到 所以要注意 你沒有辦法契入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由於諸眾生 他迷失了這個世君圓民 為什麼 就好像 他本來沒有失去 但是就好像失去了 因為他不能夠返原本事 所以說 迷失了這個世君圓民之體 這就是葬事 迷失了這個葬事體 所以說 迷者 什麼叫做迷 你就是雖然本有 卻是不能夠究竟了知 所以說 迷者 雖本有 卻不能夠究竟了知 所以說 雖有不知 你不能夠返原 不能夠確實了知 所以說 非真正的遺失 但是卻是相似的遺失 好 這個就是所謂的 遠所遺者 如果要說遠所遺者 第三個出現之初 好 然後這個就問 這個問題 你要打三角形 打三角形的記號 就是相當的嚴重 處處都是陷阱 你要將這個葬藤 要剪斷 要破除這個望 這個問 見分也不能夠返原 對不對 本事 這個曲轉式 也不能夠返原本事 習慣他就問 第七式 他能夠圓第八式的見分 對不對 那起婚是不能夠返原 有啦 在這個 不管是維斯雪 或者是說 在各部經典裡面 像那個華顏經 對不對 都有 華華經裡面 都有詮釋到 對不對 這個注意 第七式 他能夠圓第八式的見分 但是他將第八式的見分 當成什麼 當成什麼 當成像分 第七式 他能夠攀岩第八式的見分 但是他卻是把第八式的見分 當成像分來攀岩 而落入於非量 非量就是推論 就是一個推論 無中生有 所以說落入於非量 這樣 這個 不能夠 不能夠 說是 真正的 能夠 反圓到第八式的本體 這個地方的答就是怎麼樣 第七式 他雖然能夠圓第八式的見分 但是 是因為他指 指 這個旁邊寫一個見分 因為他指 第八式的見分 為自我 就是為相分 為相分 所以他落入於非量 注意 非量 就是像龜毛兔角一樣 非量 對不對 不是比量 也不是真量 他是非量 推論出來的 所以說落入於非量 必遺失他圓敏之體 就是一定會遺失他原本的這個本體 精敏之體 也就是所謂的葬式體 對不對 正是元首儀者 這元首儀者 現在已經出現第四個地方 第四個地方 所以說 這個元首儀的意思 他並不是 就是想像說 第七式能夠圓第八式的見分 為自我 他這個是怎麼樣 不是像真正的如如智 來圓如如理 如如智跟如如理 是一不是二 所以說 非同與如如智 能夠圓如如理的限量 有看到嗎 限量 限量就是真實量 不是用推理的 不是用推理的 因為你第七式圓第八式的見分 但是他是將第八式的見分 當成像分來攀圓 所以他是落入於非量 所以你不能夠跟這個限量來比 限量就是如如智 其如如如理 對不對 好 理智是一如的 可以來相比 來相比 來相比 這個招攘的意思就是說 實實在在的 實實在在的 如如理 如如智 去如如理 這個限量 可以相比 因為他不是限量 他是非量 對不對 比量的話就是說 還有依據原本的理 可以來怎麼樣 可以來推就 他這個完全是推論 自己去推論 自己去想像 所以這個是非量 好 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 好 然後我們先看 倒數第四行的經文 由諸眾生 以事本明 雖中日行 而不自覺 望入諸去 這個要注意 什麼稱為望入諸去 在第161頁裡面就講 為什麼稱為中日 雖中日行 但是而不自覺 好 現在我們看 小字的詮釋文 160月 倒數第三行 這個就是要結歸 只過 只過就是 只 望是 只過 阿南尊者 他攀遠 他以為這個六是望君 就是他的真心 真心 那世尊 由剛才說 就是說 由從157月 156、57、58、59 一直到達60月當中 所 詮釋的毅力 這個是說 結歸要顯示出 阿南尊者 六是望 身為真心 這個過時 所以通解說 一切眾生皆然 有些人說 老師 這世日我很安慰 因為我也是眾生之一 大家都這樣 我這樣 所以 怎樣 所以不足為 為罪 我告訴你 你如果這樣想 那真是罪過無邊 為什麼 眾生處於六道輪迴 不是要怎麼樣轉迷為悟 你如果說要永遠做六道輪迴 留學生 那老師也不 你的辦法 是不是 所以他世尊 意思就是說 一切眾生皆然 為什麼 因為他若是不了之 妄是無處 妄是非心 妄是無體 那這個真的是枉然 枉然輪迴在六曲 所以說 故曰 由於眾生 遺失此本明 好 那麼本明就是 原本來就自明 本來就妙明 這個陳上文 就是我們剛剛所探究過的 對不對 見分不能夠返原本事 七轉世也不能夠返原本事 所以說 反文釋經原明體 因為原不到 見分也原不到 七轉世也原不到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地方要注意 由於返不到 由於反原不到 所以他畢竟沒有辦法來見到本事 就是說沒有辦法來見到阿拉也是之體 所以說雖非真正的遺失 但是卻是相似的遺失 所以故曰 遺失本明 遺失本明 他本 雖然沒有真正的遺失 對不對 但是卻是相似的遺失 那就是講說 明確的真正的遺失 就是說 迷失了他的真本 普其捏潘是真本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地方一定要注意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161頁 好 雖然中日存取功能利用 這一個行 這個就 所以中日行 這個行就是用的意思 作用的意思 怎麼作用呢 眼是不是可以見色阿 耳是不是可以紋身阿 那之一可以知法成 他就說 無非都是本明的造用 這個本明的造用 就是說我們 的這個根性的作用 也就是說 是我們四經原明體的作用 因為四經就是總明 六經才是別明 對不對 所以說 雖然 中日行 就是說我們在行住作物當中 都是用到我們的六根的根性 但是眾生卻是不能自覺 而不自覺 就是日用 卻是不知 能見能聞者是誰 現在回答我 能見能聞者是誰 就是我們的六根性 六根性是誰 就是我們的清淨自信 清淨自信是誰 就是我們的如來藏體 如來藏體是誰 因為現在我們是在講四經 就是講我們的精明體 所以說這個地方要注意 居然已經 眾生已經明確的真本 所以他自然 必定會全用旺本來攀遠六成 旺本是不是指六色旺心 是不是指 所以他一定會用旺本 來攀遠六成 所以一之起或造業 一之 這個一之就是一六成 來起或造業 對不對 也就是說六色旺心 攀遠六成如此 來起或造業 當然是要水也受爆 對不對 好 所以汪入諸區 就是說 舍此神 驅他身 驅向六道 輪迴不息 好 所以說汪入者就是 本不當入 本來是不應該的 本來是不需要入疑 六道的輪迴 但是卻是汪入諸區 眾生本具有菩提 跟捏盤 原是清淨體 對不對 好 那麼呢 若是依到這個菩提 捏盤 來圓修圓正的話 那則成佛有份 但是眾生 如今卻是反入於 諸六區的一個輪迴 那就是像怎麼樣 西柱的乞丐 那起不汪去呢 是不是 值得怜悯 對不對 西柱的乞丐 在華華經裡面 赤尊都有開示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不定做詳細說明 好 那現在我們在看 在看左邊這個經文 這個是 注意喔 這個是正次 正次 旺是非心 前面 世尊都是在開示毅禮 有真本跟旺本 你為什麼會遺失真本 為什麼你都是用旺本在輪迴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 世尊要正次 旺是非心 注意 在這一段當中 世尊並沒有很明顯 很正確的說明 真心何處 真心在何處 但是他先是旺是非心 好 我們先看經文 阿南 如今欲知 蛇摩他路 願出生死 今父問如 世尊 開始要問阿南 好 在正邁書當中 能言正邁書 這個焦光大師 曾經提示過 什麼他路 他的問跟答的意有別 因為阿南 他為了要求新處 為什麼 阿南為了要求真心 在何處 因為他世尊開示六四望星 不是真心 所以阿南他想要知道 那麼 真心在何處 他不曉得 忘離的當下 真心就是在當下 對不對 忘沒有實在即性 對不對 忘離真即顯 就在當下 那阿南尊者 因為不了悟 所以阿南尊者 他請求世尊再開示 不然我要到哪裡 找出我的真心 所以說阿南 以為就是他要求真心真心的所在之處 所以請世尊來開示捨謀他路 又請世尊來開示 我要如何唯密關照 才有辦法來找到我的真心真心的意思 那麼如來呢 就是世尊以此 就是注意喔 以什麼 以了此忘 這個加上必先 以必先要了此忘事 本無體 本無處 我再講一次 世尊 阿澤先開示 以什麼 以必先要了悟 是忘事本無體 忘事本無處 對不對 而別密 真心為蛇魔他路 那阿 那這個就是世尊要開示 你要了悟 忘事無處 忘事非心 忘事無體 但是你卻是 希望說 忘事不是真心 那你要找真心真心的所在 你要找真心真心所在 你必須要先了知 忘事無處 忘事無體 忘事非心 對不對 所以說 你假如要尋 別尋真心真處的所在之地 那你必須要了悟 蛇魔他路 蛇魔他路 也就是所謂的微密觀照 他必須要先依著我們的正因佛性 對不對 前面上個禮拜我們都講過 必須要因正因佛性開采出來的了因佛性 對不對 那了因佛性也就是松當欲 就是我們的實覺之治 對不對 好 那所以說 你必須要先了悟 對不對 先了悟 忘事無處 忘事非心 忘事無體 你要另密真心之前 你要先了悟 先了悟 忘事無處 忘事非心 忘事無體 然後你說請我世尊來為你開示蛇魔他路 蛇魔他路就是要一正因佛性開采出來的了因佛性 才能夠契入的微密觀照 對不對 所以說 世尊就是佛與阿蠻 為了要請求蛇魔他路 所以世尊要先開示這兩種的根本 什麼稱為兩種根本 一個是什麼本 對 啊一個咧 對 所以說世尊先為阿蠻說兩種根本 好 令之真忘 注意令之真本 跟忘本 好 好 術就是說如此呢 才可以捨 望求真 來原物真心真心 以作為修行佛定之最初方便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 你沒有了知忘事是非心 忘事無處 忘事無體 你如何捨 你被安裝以後才能夠捨 對不對 像我們剛才 從一百五十七月 一直探究到我們一百六十一月 世尊在真本跟忘本當中 好 為什麼一再的開示 原所遺原所遺者 啊 對不對 而且你真本 好 為什麼稱為真本 本之巨主 為什麼稱為萬本 因為他本來就沒有實在體性 所以說 你若是不了知真本跟萬本 這何在 你怎麼可以捨忘求真呢 對不對 好 捨忘事 真心極限 其實那個求真 世尊到後來會對阿南 當然是對我們與會大眾 還有我們現在夢法世紀的眾生講 對不對 真理的當下 對不對 妄理的當下 真極限 因為妄事沒有實在體性 妄事是依真為體 所以妄理真就在當下 對不對 你錯用心的時候 是不是也這個心體 當你轉迷為物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原本你錯用心的那個心體 怎麼會有兩個心體呢 是不是 所以說妄理真極限 好 所以說你此下 就是世尊呢 在以下的經文跟詮詩文當中 會更試驗一番 注意試驗一番 就舉世 來驗證 好 要且看 阿南如何來見取 這個見取就是說要用智慧 要用智慧來選擇 這個就是見取 好 要先真能見 先問 先問能見 然後呢 後次忘心 後次忘心 先真能見 然後後次 接下來 世尊要正次 忘術是非心 所以說後次忘心 以來顯示出什麼他路 顧 顧 現在請翻到162頁 顧也 如今 這個如就是阿南尊者 如今 欲知要什麼他路 因為你要了脱生死 要怨出生死 經福問主 經就世尊 他自如說我啦 如今 再來問主 再來問你 如如干受生死 如果你 甘願受輪轉六七輪回生死之苦的話 而不求什麼他路的話 則亦無庸 問他就是說 如此的話 那當然我不需要再問你 做諸多的解答 以及驗證 今 你阿南既求 我來開什麼他路 什麼他路 也就是定中之會 你沒有會 你怎麼鑑責 對不對 今 既然你求 我世尊來開始你什麼他路 所以 你不得不先 抉擇 真本 跟萬本 你要知道真本 跟萬本 何在何一 你才能夠捨 萬本 依真本 捨 萬依真 方便來錯亂於休息 這樣知道沒 所以師尊 真正要對阿南 開始問問 當時 你自己把 假如我是阿南的話 我怎麼回答 假如我是阿南尊者的話 不要怎麼回答 所以你要注意 好現在你先提筆 先做功課 好你看到這個第四行 有沒有看到如來舉金色幣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暗示 也是就一個大問題在 你現在把它做一個原點 實在的原點把它做一點 好然後接下來你注意看 好這一行 如今見否 有沒有看到 好接下來看到手第二行 如何所見 接下來看163月的第四行 如將誰見 這個如何所見跟如將誰見 是有不同的意理的 好然後再看163月的第四行 所以光是在162跟163 世尊要問之前 我老師就先問你們 你有了解嗎 不用說了解 你有去尋找就沒有 對不對 如來為何要舉金色幣 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問如今見佛 有啊 如何所見 如將誰見 以何為心 這個都是世尊 要破除妄是非心的這個要點 他會一點一點的 一點一點的深入 世尊在開始法醫的時候 都會針對阿南 他的疑問點 一直來破阿南所持之望 世尊不會直接就馬上告訴阿南 義理何在 因為這樣子的話 因為義理直接告訴阿南 這個是世尊 這個大聖者 內心的政務境界 不是阿南可以了悟的 對不對 所以世尊會 一段 一段 這樣子的慢慢慢慢來 引阿南入於究竟法醫 你在引阿南入究竟法醫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破除以阿南的這個望子 破望是為了要做什麼 對啦 破望就是為了要宣證 所以為什麼老師剛才要你們記住這五個要點 因為等一下 我們在詮釋文的時候 你就知道 世尊為什麼要如此的問阿南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我們注意來看 即使如來舉經色筆 屈五輪子 與阿南言如今見佛 阿南言見 所以 所以說 一問一答 現在讓你來答 你怎麼答 即使你答錯了 也不是說你的過失 因為你不是大徹大悟者 老實的意思不是說你 你答錯是應該的 不是這樣 好啦 我們再來看 好 即使如來就是世尊 先以無言之說法 無言 無言之說法 不以言語 不以音聲 他用舉權來驗 舉權來驗見 見就是驗見性 所以 因為世尊 身的全體是黃金色 顧手臂也是金色 驅五輪子 要注意佛的子端 都有千伏的輪像 就是說 有人 現在手就穿出來 你看有千伏的輪像 我只有一兩輪而已 這樣自己判斷 對不對 好 所以說佛之子端 因為皆有千伏的輪像 所以呢 只去著成全 所以說注意 你要成全 是不是只要彎曲 才能夠成全 對不對 所以說 所以世尊 舉權 來釋予阿難存者 這個時候呢 就是怎麼樣 此如來 欲以向上一座主義 向上一座主義 就是公公 要再用 深的義理 來提示 來暗示阿難 你忘事何在 你的真心真性又是何處 你為什麼還要尋真心 對不對 所以這個向上一座 的意思就是說 再 啟問 再明顯的開示 再破忘 再顯真的意思 好 然後呢 用以來接引阿難 若是阿難 果真能夠 在金權 在於世尊舉金色 必須五輪值 的金權的舉處 世尊舉金色 必成五 已經成為 這個權 對不對 阿難 果真能夠在金權之舉處 能夠 當下來回觀晚照 當下回觀晚照 意思就是說 你的忘事裡 你真心就在當下 這個就是回觀晚照 對不對 阿 而是得 本妙本名的真心 那 則可謂是怎麼樣 阿 對雞的叫花 對不對 阿 這個香 這個地方 對不對 能夠去雞 能夠去裡來叫花 這個就是香氣 香口就是香氣 對不對 去雞去裡 如此呢 就不會辜負如來 對不對 無奈 好 這四個字裡唸出來 有沒有看到那個盾跟 那個是帶有金銀珠寶的盾 不是圓盾大趣的那個盾 有沒有看到沒有 我如果說金銀珠寶 你們都會微微的笑 因為這就是 我們這般的聽話 對不對 無奈 盾 更不欺 還要費盡如來之苦行 於無言說中 為什麼稱為無言說 世尊的舉權 舉權 當然是沒有言說 不以任何的言語先開示 只有舉權而已 所以 予無言說之處 不得已 不得已 再施以言教 本來是無言說 不得已 還要再施以言教 所以欲阿難言 他說如今見佛 不然你跟他舉權 阿難就不知道 對不對 阿德士尊就於在言語中提示 如今見佛 阿難言見 玄疾 對不對 此處 注意 這個阿 世尊問如今見佛 那阿難言見 玄疾 就是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此處 的 是 與非 均是未定 你不說此處是非未定 是非 改動 是一種爭議論上的一個在 平斷是非 不對 這個地方要注意 就是此處之是 與此處之非 均未定論 對不對 他說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見成也是見 對不對 你見性也是見 一個是心法 對不對 阿成是色法 對不對 所以說注意 見性是本有阿 阿成是本無阿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地方有講 此處的是跟此處的非 是未能夠定論 重點就是怎樣 你見成也是見 對不對 你的見性也是見 對不對 所以 阿難到底是見成 或者是見性 假如阿難見成的話 這個地方他見到什麼 就是所謂的世尊所舉的權 對不對 阿難 假如是說 阿難是見性的話 是怎麼樣 就是見性才見 你見到世尊所舉之權 相當於是見性 見權 知道沒 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說我眼睛見到 這個世尊所舉的權 不是這個意思 世尊的真正的用意 是要問出阿難的見性 因為見性就是真心 是不是 他在問阿難 所以佛言 注意看 現在佛言 我現在看162頁到主第二項 佛言如何所見 因為阿難得說見 現在世尊又在問阿難 他說如何所見 阿難言 我見如來舉必屈指為光明權 要我心目 有看對不對 舉必 他看到的是這個光明權 對不對 好 要我心目 阿難現在還沒有回答到見性 是見性在見 對不對 那現在看這一段 佛言阿難回答見 因為世尊問他說如今見佛 那阿難是不是回答見 所以說 因為佛言阿難答是見 是見到成 他是見性未分明 他是說阿難的回答說見 到底是見到成 還是見性未分明 還是見到 還是見到 還是一見進來見 尚未很明確的分明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世尊問阿難 如一合所見 這個如一合所見 那用兩種角度 意思就是說 你之所以能夠見到光明權 你用什麼來見呢 你用什麼來見 意思是這樣 阿難言 我見 看到沒有 我見 如來 舉 被 屈子 看到沒有 這是不是還沒有去入世尊的本懷 他看到 他說 我見到如來 舉 被 屈子 為光明權 對不對 屈子為光明權 然後呢 而照耀我之心目 那這個是不是明明白白阿難的回答是什麼 見到成 為什麼 光明權 是不是 那是不是見到成 是不是見到成 好 然後呢 如果阿難尊者真正是 以見性來見的話 那是可以妄成 因為你見到世尊 屈子成為權的話 你叫他那光明權 是你的見性在見 不是回答世尊說我有看到光明權 這樣有沒有見到 你如果說 只回答世尊說 我有見到世尊的光明權 這樣是不是 你沒有真正的了悟到 是見性在見 所以你能見光明權 知道沒有 重點不是說你見到光明權 而是你的自信見光明權 聽不懂 好 接下來 如果阿難他是以見性見 他自可妄成 望成就是 望掉他所緣的成 對不對 因為世尊三十二相 仍然是怎麼樣 仍然是屬於什麼 你若是以三十二相要見如來 就是你若是用三十二相 要見到我們的清淨自信的話 這不可能 這個在金剛經裡面都講得非常清楚 對不對 好 好 那現在我們再看 好 折合重性 那這個就是說 那 假如 你以見性來見 那自然 可以來忘成 注意忘成不是說 忘記了成 不是這個意思 忘記了 就是說 你自然而然能夠捨你的事 用你的真心真性 捨 使用根性 對不對 折合於重性 這個重性要注意 這個重性的話就是說 假如你以見性當一個例子 世尊以見性當一個例子 其他的文性 常性修性 這個都是可以合於其他的五根性 對不對 那假如合於重性的話 是這個地方要注意 這個重性在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直接說 那大家都是這麼認為 現在 因為現在還沒有講到 語會大眾就是這麼認為 所以說要注意 所以合於重性 這個重性就是所謂的四經是種 對不對 六經是不是別 所以你講一個見性 就可以引出其他的五根性 是不是 好 經阿難 記子是見成 因為阿難回答 對不對 我有看到了 我見到了 世尊舉臂屈子是為高明前 照耀我的心目 對不對 照耀為什麼講照耀 因為是金色臂 對不對 照耀我之心目啊 所以說 經阿難記子是見成 那自然會迷失他本具的根性 就是本具的真性 真性 本具的見性 可以講這本具的六根性 這個正是屬於真本還是萬本 對啦 好 接下來 佛言 乳江誰見 阿難言 我於大眾 回答下面這四個字 你會想看 我跟大眾都這樣 他現在這樣 都把大家拖拖下去 對不對 假如我問 因為 乳江誰見 有啊 我看得到 大家也這樣 大家都也看得到 是不是 所以說 這個 有時候 我看到這一段 我覺得 我們的阿難尊者 他要視線 其實也不簡單 對不對 你看這段回答這樣 也說 我於大眾 同將眼見 好 現在我們看 這個 詮釋文 佛 就是世尊已經知道 阿難 他只是見成不見性 所以 世尊尚不可放捨 也可以講說 阿難仍然不放捨他的妄事 也可以講說 世尊仍然不放捨 者要開示阿難 啟發阿難 所以世尊仍然再親切的提示 就是一再的 一再的在提示阿難 好 所以呢 深醉重渣 我告訴你 深醉重渣 意思就是說怎麼樣呢 好 假如 這個是舉例 比方說 現在眼睛看我這個地方 假如 一張紙 是不是很容易 這個追 一次就刺破 假如是百張紙 是不是比較難刺破 千張紙 是不是更更難的刺破 對不對 他這邊講深醉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阿難尊者現在只剑成 他沒有辦法以剑性 他是用剑性來剑 沒有錯 但是他不知道剑性是何物 不知道剑性就是他的真心 他有剑阿難是用剑性在剑 但是阿難不知 所以他回答就是有啊 我有見到師尊的官民犬 知道沒 所以這邊所講的 深醉重渣 意思就是說 不得不以阿難的認知 有意思說阿難的錯認 師尊再用更深的問題來歧視 意思是這樣 所以說正見婆心太妾 戴主戴婢 就對阿難現在這個問題 師尊真是戴戴主戴婢 沒有要怎樣 對不對 所以說 復問乳將誰見 剛剛開始 師尊是問 乳今見佛 然後就有問阿難說如何所見 阿難還是沒有辦法去入 所以說乳將誰見 這個是不是一問比一問更接近這個奧妙的意理 更接近這個正確的這個意理 所以說 假如 所以說 復問乳將誰見 注意看 假如 師尊問說乳將誰見 阿難哪能夠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就是說怎麼樣 這樣 轉 舍勢用更新 對不對 喪屬於未婉 還不用再接著 繼續問問題來提示 無奈阿難迷之太深 因為阿難一直認為說 我如果沒有六四旺心 我如果沒有我這個能夠推論的思維的這個心 我阿難就無心 我就無心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找我的真心 意思就是說 所以 阿難迷之太深 如來重重的顯示 阿難怎麼樣 比較大聲 為什麼呢 那老師問你 你們錯過了沒有 你說 老師我只錯過一半而已 因為我現在知道答案 為死尚未婉 所以說 如來重重顯示 阿難卻是偷偷錯過 所以 仍然答約 阿難 阿難呢 仍然是回答世尊說 我與大眾同講眼見 我們都用眼 我們大眾都是眼 可以見到世尊的觀明權 意思是這樣 前面所回答的是眼 就是說 早被佛所破 對不對 那麼呢 至此阿難依然沒有辦法可以了悟 還回答說 我與大眾同將眼見 就是說 我們都是用眼來見 我們 大家都是用眼來見世尊的觀明權 他不知道說 大家都用眼見世尊觀明權 是大家都用眼中的見性來見觀明權 若是 若是這樣的話呢 真是辜負世尊 聖於太辜負世尊 他在開示的本懷 所以要注意 因為他沒有誤 對不對 好 佛舉全 乃是 這個佛舉全 意思就是佛 剛剛開始 是不是用無聲 用無言說 是不是 所以說 佛剛剛最初是舉全 於是 正是想要阿難尊者向眼根中 注意 向眼根中試取真見 這個意思是怎麼樣 是尊的本意是要阿難向眼根中的見性 來 誓取 見性 就是真心 就是真心 就是真見 你真正能夠見到光明權 那是因為你眼根的見性 你的見性 就是你的真心 你的真心 就是誓今 你的真心 就是真見 沒有見性 你見不了光明權 所以說這個地方就是說 世尊正義阿難能夠向眼根中的見性 來見取見性才是你的真心 因為阿難是不是要世尊開示 真心在何處啊 是不是 那世尊這樣子先舉全 先用無言說 重點就是在要阿難向眼根中的見性 來直覺起你能見的見性 就是你的真心真性 知道沒 所以說 以為開什麼他路 能夠出生死而如以捏盤的正路 因為你真心真性 已經能夠了悟了 你能夠捨世 真集在當下 所以說捨世心用根性 如此的話呢 你是不是用根性的出入 你是不是就可以了通生死 入於本不生本不滅的捏盤 妙性妙性的正路 是不是 重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好很可惜 很可惜阿難 但之一再的尋程 因為他是見成 只見到世尊的光明權 不知道反本就是說 不知道要念念國語之心 不知道 要念念國語他的親近之心 親近之心就是他的見性 就是根性 對不對 所以 已去世經 已去世經 世經就是我們的真心 就是我們的六經的總明 對不對 因為世尊用世經來舉例說明 因為眾生的 以眾生的氛圍上面 沒有辦法去入 這個佛性 所以說 因為世經是以如來上體為題 所以世尊以世經 就是他的真本 也就是真心 來開示以阿難 所以說阿難因為不知道 世經就是所謂的六經 那種明 也就是我們的真心 是不是一切的真心 因為他只是見成而已 沒有見到真心真心的本體 所以反認為肉眼為能見 你看有可笑嗎 因為阿難說 我有見到 我有見到世尊的光明前 而且大家也都是有見到 他們用眼睛見到 大家都淘淘下去 所以反認肉眼為能見 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已經探究過 上文所提示的 遠守移者 就是說 因為他不曉得用世經 其實見是世經在見 就是說見性在見 就六根性在見 那是不是這一個世經 就是說 這個葬事體 這個世經 這個精明體 是不是本來沒有儀師 就好像儀師了 因為阿難不知道要講見性 他是用見性在見 但是阿難不知道 大家能夠見識 世尊這光明權 是大家都是用眼根中的見性在見 不是用肉眼 肉眼 他是一個器官 肉眼他是屬於根生 他是屬於根生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清楚 世尊為什麼說 乳 為什麼問乳將誰見 對不對 後面會再問 以何為心 有的人說 老師 我今天去葬 一定好好去探究 以何為心 你還要去找真心 因為你的忘世當下 那個真心就是 你忘世離的那個當下 那就是真心 忘心 真心 你不能分成兩個心體 你聽不懂 那是說忘他有一個心體 你怎麼能夠轉世成智 你跟我說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只能夠探究到這個地方 或有人聽到說 老師現在我才知道我有在呼吸 很好的 你這就是怎樣 你真是在契入義理 好 現在呢 你在這個地方要做明幾月幾日 我們下個禮拜 會講 一定會探究到 縱然滅到什麼樣見聞覺知 為什麼 那這個地方 老師會 讓大家能夠了解 在各部經典上所詮釋的 我會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 世政會在做縱然滅 這兩個字 老師會一再的 在各部經典上 做一個綜合的一個總結說明 好我們來回向請合掌 願意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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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報四重恩 同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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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生西方淨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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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品靈花為父母 上品靈花為父母 阿彌陀佛大眾請起立 謝謝